好 來 我們來聽一些充滿希望的這個問題 來問美音老師 哪些姓名比劃的人在年底前 可以成立在幸福當中 我們趕快來 對啊 看哪些人能夠成立在幸福當中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是要看我們的天格 他容易成立在貴人海裡面 我們看看有哪些人 這就你的天格 八話 十八話 十二話 天格 天格就是我們0加1 我跟中衛生律師 蔡律師也中 恭喜 恭喜 你真的很苦命耶 你有沒有 喂 苦命的不要傷害苦命的好不好 終於受到人家的肯定 受到人家的那個提拔了 所以在這個 在年底之前呢 會有很多的貴人來提拔你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 這個在你的這個事業上 會有很大幫助的 再來我們看第二種 第二種這種就是說 容易沉迷在錢海的幸福裡面 所以這個蠻敗的 被淹死也甘願 我們看看誰會被淹死也甘願 來看看誰 這個要看人格 人格 有23 31 21 39 只有郭敬仇 你看我們兩位主持人 人家說呢 貧賤夫妻百事哀 那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也萬萬不能 所以當你開始有錢的時候 我們的心情會愉悅 當你的老婆或是你的老公 想要去吃什麼的時候 你就不會在那邊計算 就說我們只能夠吃陽春麵而已 那這個時候自然你們 就也可以去看店也可以幹嘛 結果心情能否喜事心神爽 就什麼都會很開心的 是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們再來看 這個也是非常的喜歡 看誰能夠沉迷在愛情海裡面 其實一個人沒有愛情的滋潤的時候 也生命也會枯萎的 我們看看有哪些人 這個要看地格 好 來 我們看誰沉浸在裡面 這個有21話18話30話 有沒有人種 都沒有 十八 沒有 都沒有 我們也都覺得還好 都覺得還好 沒有這個還好 沉浸在愛情海 這個真的 中獎不高 被超票淹死是很好的 結果這個我們反而沒有 對啊 怎麼三個都沒有 這個有很多的女生 是很喜歡沉浸在愛情海裡面 當然喜歡 所以有種的話 你現在算是中頭獎的感覺 這個就是說 當你想要感情的時候 你不想說 我們聖誕節快到了 你不想今年的聖誕節 一個人過的時候 如果有種的人 這一個聖誕節 就會像你每天含著巧克力 在過日子 就很甜蜜 甜蜜 甜蜜 那也沒剩幾天了 怎麼會突然冒出來 對啊 再來我們看 沉浸在這個順風海裡面的 這順風海也很好 就是你在 我們有時候 在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都不順利的時候 尤其在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你諸事都不順利 要錢的貴人沒有錢的貴人 要去做什麼 都沒有貴人相助的時候 如果你有對重的時候 要注意的 要恭喜你了 這個你會有順風海 就是說你做什麼事情 都很順利 在你的總格裡面 有23364550的 有沒有人做 你轉運 張宝你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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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關係 這個 這個就是有順風海 然後這個就是 你再來做什麼事情 都會非常的順利 如果沒有順利的人 就趕快多念念經 或者是12月20號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好 來 接著馬上請黃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個 測試的占卜 我們來這樣未來一個月 誰會替我帶來幸福 好 我們看一下字面 字面是C喊齊特 請從這四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未來的一個月 什麼人 會給我帶來幸福 麻煩各位 好 惠子律師請選 好的 中博 齊 好的 樂老師特 好 維洋老師 齊 梅雲老師 好 有個寶蓋頭 被保護 好 朵雲哥 齊 齊 那個C好了 好 全部都選好了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選好了 我們一起來測看看 來 好 我們先從前面往後來揭曉 先從C C是淨存 或者觀眾朋友 你如果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是什麼人 會給你帶來幸福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禮專建議獲利希望 怎麼都直接看一下 禮專前有關的 或者我們其實可以講 一般的專家也算 各種專家都可以 你看這邊就利益的 利益的開始 然後這邊的希望 利益的希望 就是金錢方面 會給你帶來幸福 所以我們的分數有70% 禮專或者各種的專家 給你帶來幸福 謝謝 其實我們看一下韓 韓是 蔡律師跟吳老師 所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是什麼人 會給你帶來幸福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家人團聚 共贏新年 哇 馬上是新歷年 叫做過濾 農曆年 對不對 這過年 這很好啊 好 這個分數最高 90% 最高 帶來幸福 好啊 對啊 老師比較看重 家人在一起最幸福了 好 我們看一下 家庭和樂很重要 很重要 對 我們現在騎士忠伯 威安老師 還有杜林 杜林 好 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是什麼人 會給你帶來幸福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帥哥美女 這不要啦 這個不要 這次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 給你帶來幸福 我們看一下 分數是80% 好 最後是 廖老師 選特 或者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未來一個月 是什麼人給你帶來幸福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寵物陪伴 時時幸福 沒有寵物啊 這個叫慰安獎 這是慰安 一個月也可以啊 一個月趕快去買這寵物來 好 我們看一下 分數是60% 寵物帶來幸福 最低的 最低的 給各位做參考 今天最高分就是90分了 我個人覺得我70的比較好 但是我們70分數都不錯啦 對啦 OK 來 我們在節目最後 跟大家介紹一本好書 一本新書 是 這本好書 是由我的好朋友呢 他最新著作 愛的逆轉力 這本書是33歲 這本書是他 他個人的成長的經歷 跟他一些是怎麼轉念 他如何致富 我來講 其實我們今天節目裡面 談的也是愛 但是我們節目裡面 看到很多社會的案件 它是很多的逆愛 是 或者是我們老師的故事 或者我們朋友的故事 有很多的愛 是對還是錯 在我們生命中 有很多不順利的地方 其實我們需要去轉變它 我們也是要用愛 但是要用一個對的愛 對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這本新書 愛的逆轉力 有一個轉運成長的免費講座 時間在12月12號 地點在中廣音樂廳的12樓 好 那這個正確的地址 或者這個詳細的細節 可以上網搜尋 愛的逆轉力 讓我們做一個順轉的人生 我們用愛 來化解我們生命中 所以一切的不順利 一切的苦痛 12月12號 我們去現場 他看日本人比較難打 還是電視 讀音樂也會去就對了 當然是我本人的新書發表 是 告訴你來順轉你的人生吧 好不好 我看人生順過來之後 你也覺得怎麼會這麼好 一切什麼都順了 事業也順了 家人都順了 愛情 財富 身體健康 好 來 謝謝老師 謝謝 也要謝謝我們三位來賓的 分享 謝謝 好 要感謝您的收看了 別忘了下次同一時間 準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